有关于钟离权柄的思考 这里是提瓦特地里 最近的生存压力比较大 伤害逐渐逼近了钟师傅护盾的上限 导致我这个手残挡如临大敌 于是就对护盾的机制做了一番研究 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钟师傅的盾对于全元素和物理伤害 具有150%的吸收量 所以钟师傅的盾有良好的通用性 只要圆魔不是特别暴力的死柴烂打 基本难逢敌手 其他四星角色的元素护盾 常规盾量至少差钟离1.5倍 比如普通玩家零命钟离5.4万血 9级护盾基础盾量为2.1万 莱伊拉4万血12级护盾的基础盾量为1.3万 莱伊拉的盾量其实在倍率上已经给的很猛了 和钟离基本没有差别 就是吃亏在基础生命值和没有平民的生命单手剑 不过莱伊拉这种元素盾 如果用对地方那就不是1.3万了 冰元素250%的吸收量 等效盾量达到了3.36万 配合被动最大能有4.16万 所以四星角色的元素护盾可以理解为对侧盾 也就是钟离的护盾常驻33%的一个免伤 元素盾对于对应伤害的伤害减免达到了60% 那么到这里我觉得就从盾量和元素上细分了钟离和其他护盾的使用场景 过去确实没什么意义 因为没有高频高伤的元魔 但是现在不论是圣骸兽还是深渊尽离者 伤害都特别离谱 圣骸兽还没有出现过水火一起上场的情况 还停留在打主门打超仔打计划的水平上 下次要是上一个打增幅反应的 我觉得这个伤害就更顶了 深渊离者我测试了一下他的伤害 大招一下能秒2.3万血 虽然我觉得这个不太容易命中 但是到了深渊里头上再顶个计时器 那谁知道是什么情况 想想看还真的有点刺激 然后我觉得吧 所谓绕开钟离 或者说钟离去人权化 并不是说要让钟离无法上场 而是让盾斧的选择更多样化 让钟离成为非唯一的解决方案 比如在面对深渊禁离者的时候 元素盾很显然是更具优势的 又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在破盾效率上也会更高 其实我觉得玩家对于一个角色的执着 就和海哥传说任务中的风潮差不多 一开始都是无条件相信的 因为确实很厉害 但是只要植入一个念头 比如在战斗中 钟离的护盾意外破碎了 那么这份执着就会被撕开一道口子 并且这个口子会随着外力和时间的影响 逐渐变大 最终崩溃 好的 以上就是今日份的研究分享 限制作为可能 确实没有 对禁止没有 确实没有 我们现在的题目上